好 这里是阿来Radio 中华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一开始先跟大家来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会介绍一位公益团体 这是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红星自会的一个介绍 那常常我们的节目当中会介绍一些公益团体 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 在台湾社会上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团体 都在努力做一些事情 让台湾的社会整个国家更好 那但是他们现在碰到一个大问题 什么大问题 不是只有捐款的问题 募款的问题 是很多诈骗集团也利用他们的名义 在外面非法的去诈骗 也就是利用大家的爱心 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名字很像的 但又不是他们的来做成这样的诈骗 台湾的诈骗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这个地步了 我觉得我感同身受是说 我的名字被不断的被用 到现在脸书还是一堆快烦死了 就是黄天墨被诈骗之后 他的照片下来了 但我们的名字还在上面 我们的照片还在上面 但我觉得看到公益团体之后 我就又觉得说 天哪 公益团体比我更惨 他们在长期的一个努力之下 要去做一些募款已经很辛苦了 结果还被这个有心的诈骗集团这个利用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透过我们节目的介绍 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公益团体 然后如果你要捐款 麻烦到他们的官网 查证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脸书 很多line 很多的这个群组 也很多是假的 骗你的钱 这骗钱真的是无所不骗了 投资也叫你骗 叫你捐好捐钱做好事 也是骗的 所以到官网去 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个红心智慧 因为红心智慧 红心十字会 或者是红万协会 其实很多 很多 那红心智慧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都会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跟投资一样 因为我们的钱要赚钱 要保护自己的钱 也要能够让自己的钱去 就花的值得 那其中捐献 我觉得是花的很值得的 一件事情 所以你要捐到哪一个单位 你要先了解 跟你投资一样 你今天投资 你希望赚钱 那你也要知道 你投资的标的是什么 不要说别人讲的 别人讲的 那你就去投资 对不对 那如果要捐钱 你要捐你认同的 你理解的 所以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公益团体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 那我一直很想跟大家讲 就是台湾 你知道吗 真的是史上第一次 我们全国 全国台湾的护证资料 全部都被人家拿走了 被上网 兜售 兜售之后 你每一个人的身份证地址 你的配偶 我们父母亲啊 这些资料 我告诉各位 全都漏了 这事情已经披露到现在了 没有一个人出面 甚至还有很多台湾的民众 你是不知道的 你我都被卖掉了 而你不知道 目前我们政府呢 也是装聋作哑的 好 这件事情没有人说 你说现在这么离谱的资安事件啊 真的 政府有在处理吗 我都不小心讲了 你政府有在做事吗 你政府处理 真的是荒腔走板 根本就没在做事 那我们现在已经说 我们要进入一个数位时代了 第一个 你要小心被诈骗 第二个 你的身份就被盗用了 你这个身份盗用 有很多后遗症 你身份被盗用之后 他可能去虾皮 或去哪里 给你开一个 比方说用废荣 你身份证字号也对啊 然后你的电话也对啊 因为全都漏了嘛 你住哪里也都对了嘛 那他就可以注册 你去卖家 然后卖个东西 然后或什么 去诈骗你嘛 到最后呢 那个就是一个假的费荣 那真的费荣倒霉啦 因为他的资料 不要说他了 我的资料 各位的资料 你们都被泄露出去了 所以我们的身份 已经被盗用了 你不要再告诉我说 人民能够自保呢 我能怎么自保呢 我能怎么自保呢 我们现在的社会 已经到了一个 没有信任 信任崩盘的地步了 所以我们今天 会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为什么我们全国民众的 护证资料 严重的被外泄了 我跟你讲 有人就花了15万 就买下来了 15万呢 笑死人了 笑死人了 所以你情报 是这样的被偷的 整个的资安 是出问题的 政府 真的 连个屁都没放 对不起 我讲了这句话 非常的生气 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待会我们就会请到 天下杂志 来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我觉得问题 非常非常的一个 严重了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 安排的节目 那么请大家 一起期待 以下下楼 好 这两天 其实 这个全世界的金融环境 过得并不是 非常的平静 因为呢 之前我们都会认为说 那个矽谷银行倒了 那美国出手很快 那么瑞士信贷出问题呢 瑞士这个银行 央行也很快出手了 但现在 的确 因为双方的价格 谈不太拢了 所以情况其实 讯息万变了 那看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有看到这个欧美的 金融礼监机构 就必须要加班了 要加班了 必须要在礼拜一 这个金融市场开盘之前 你要有协议出来呀 现在看起来的确是 看法很分歧的 很分歧的 所以造成 整个礼拜六 礼拜天呢 我知道有很多金融界的人 都非常的焦虑 那我们今天的本日之岁呢 就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下 也就是这个瑞银集团 要收购瑞幸集团 瑞幸集团 本来是瑞士嘛 要把这个瑞幸收为 这个国有的 但就价格 谈不拢嘛 这Blinberg上面的 一个报道了 那这个瑞银 是不是可以同意 来收购这个瑞幸 现在看到 我们看到最新 最新的一个资讯呢 就是瑞银 就是UBS 这个group 那么用30亿的 这个瑞士法郎 那么用交易的方式 来达成这样的一个 并购交易 那这样看起来 当然可以提供一些 流动性的资源 然后呢 这个大家也比较关心一点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 有系统重要性 迅速解决事情的方法 好了 真的是一日数变 所以我本来以为 主证结束了以后 应该余证还好 现在开始还在证了 好 换换理财 生活通话 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 一些财经消费的生活了 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从上礼拜开始 整个矽谷银行 那么这个破产之后呢 那银行呢 也很快的 就出现一些连锁的反应了 好 那整个的 大概道琼指数 也是下跌的 冲击很大 然后后来又出现 瑞士信贷的一个问题 所以感觉上 整个的市场是风雨飘摇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 就是这个瑞士信贷 出现财务危机之后呢 瑞士的政府 瑞士的央行都强力的介入 那刚刚有讲过了 瑞银集团 就UBS 最后他是同意出手 要来收购 但是他有个附加条件 好 就你叫我收购 他说呢 他那个瑞士信贷 额外的一级债本 这个资本债 完全被剪记 也就是说 这个变废值 变废值了 那这个总共有5000亿 5000亿 那持有债券的人 当然是非常的不爽 你就一笔勾销了 就不算数了 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的一个大 那现在整个市场当中 都在猜 那下一个会是谁 我们都会觉得 那事情是不是到这边 就告个段落 并没有 整个国际市场当中 都非常的恐慌 而且还在讲说 那下一个会是谁 会是谁了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了 那么今天开始呢 还是好天气 那要特别的一个提醒 到了礼拜五 可能就会变天了 那么到时候呢 就会有下雨了 好 下雨呢 我们就是春雨嘛 就希望有春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水库都缺水的 我们就会期待 有一个下雨的机会 能够让水库进点涨 那当然最好的一个状况 就是春雨绵绵 好 能够让水库慢慢的进涨 不要像台风一样 咻 这一堆水进来 然后可能还会造成这个泄洪啊 什么相关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绵绵春雨的话 这个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那到礼拜五到礼拜六 礼拜天左右的话 可能春雨就慢慢的要开始了 那这样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春间的一个气候是比较不稳定的 不稳定的 所以礼拜五可能就要留意一下 封面的一个接近了 那整个中部北部东半部 那么在礼拜五的时候 可能都会有下雨的机会了 好 另外呢 就是通膨的感受呢 越来越直接了 那我们看到国泰金控 有公布了国民的一个经济 这个信心调查 就会发现到 有88.6%的受访民众呢 都预估未来一年的物价 会比现在还要再上涨 那未来一年通膨 这个上涨超过2%的人 有52.2% 那有19.2% 将近两成的人 认为会有3% 那有41.9%的人 会认为外食者 压力更大 他们认为蔬果啦 外食啦 卫生纸的价格啦 可能都是 这个通膨的一个指标 可是有时候我都会觉得 我去市场 但现在菜价有稍微便宜一点啦 有时候我去市场买东西 或者是我去外面 买一些外食 带回家吃的时候 都会觉得分量变少了 所以之前我会觉得说 自己买可能还比较贵 我还要煮嘛 还要花时间嘛 那我买可能还便宜一点 不过现在真的天人交战 因为去买了也不够吃 价格不变 但是分量的确是少了 你只能要买到你价格 这个可以的情况之下 那你就费用又很高了 就像我们在外面吃饭 说实在的 以前如果三四个人吃饭的话 你大概点一 就三四个人菜是够的 四个人 四样菜是够的 顶多你再多加两样青菜 就五样菜是够的 但说实在的 我觉得现在你在外食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那个分量真的很少 我礼拜六跟我的朋友吃饭 我们六个人 六个人点了十道菜 这不是大家特别会吃 那后来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说他现在 有一些好吃都要乘以二 所以意思是说 做中份或做大份的 所以你在预算的时候 你真的你就会发现到 在外面吃 这个费用很高 或者是 就是分量少了 你要乘以二乘以三 才会有个够的分量 来请客 那如果这样算下去的话 你在家吃 那当然你还要采买 还有自己时间的成本 其实这些都让我们感受到 通膨本来就已经来了 特别是在食物上面的感觉 是最明显的 好 另外呢 很多人很关注 很关注 因为行政院主机处 有完成一个最新的预测 今年经济成长是趋缓的 储蓄率啊 投资的这个状况都是双双下滑的 我们现在超额储蓄率呢 也是近四年的一个新低 但是还是连续 四年都超过三兆了 三兆 那如果说全民还要再普发六千元的现金的话 大家会不会认为说 闲置资金会不会太多了 不过说实在的啦 六千块钱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都在计算 该怎么花了 像我礼拜六礼拜天去跑步 我很多朋友告诉我说六千块呢 他如果拿到他立刻就要去买那个 跑步用具了 每个都开始来这个计算他的花费 所以会不会变成储蓄 会不会变成这个储蓄 其实我觉得很难讲 以我身边的人来讲的话 大概会把它花掉吧 我不晓得各位对于 这个领到的六千块会怎么做 这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这个普查一下 来普查一下 好另外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最近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个动荡 那整个虚拟货币呢 哇价格又飙涨了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又蠢蠢欲动 就是说你看这个又涨了 不过说实在的 虚拟货币的交易啊 在台湾真的还还蛮大行其道的 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有在做一个投资 可是虚拟货币跟虚拟的一个资产 当然是不同的概念 虚拟的货币跟序位的货币 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其实是不清楚的 但这也要让主管机关纳入监管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了 纳入监管了 不要把这种虚拟货币当成是一个洗钱的工具 或者是一种消费的这个争议啊 就政府要走快一点 不然民间都已经抢抢过了 还走得很慢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啊 因为我们知道就六日啊 整个金融市场还是很波动 那另外就是在台湾时间啊 23号凌晨也会有新的这个利率的一个会议 决策了 那么这都会影响到这个礼拜的股市 好我们先看今天的 今天的台股要做怎么样的观察 后市有什么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就要连线的是国家认证股市分析师孙庆龙 庆龙请说 是今天的台股很明显的是呈现所谓的量缩 然后价稳的一个整理的一个阶段 那其实成交量今天预估应该是不到1800亿 这个叫上个礼拜的这个平均10天的成交量 大概在2480亿来看的话 其实今天的成交量明显是缩了一个蛮低的状况 那至于价格的部分 其实台股今天虽然在国际上的一些利空讯息 颇多的情况之下 大致都还维持在平盘左右的这个上下二三十点的震荡 所以看起来其实台股今天的盘面 确实是呈现所谓的量缩价稳的一个休息的一个格局 那当然我们仔细去观察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金融市场有非常多的一些负面的讯息 包含了像美国联总会主席鲍尔 他先前比较鹰派的谈话 甚至还包含了美国第十六大的矽谷银行宣布破产 另外这个欧洲超大型的金融机构瑞士信贷也濒临破产的边缘 那幸好是这两天是传出瑞士的银行 他们有出手要挽救这个瑞士信贷破产的危机 不过也由于有这些的一些利空的讯息 其实也让台股原本蛮明显的多头的行情 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面临到一个蛮明显的修正的压力 那从这个三月七号时候的最高点15879 然后下跌到三月十六号的最低点15186 那波段的跌点在随着这段时间的负面讯息 其实已经累积将近693点 那最近在跌了693点之后 开始呈现横盘整理的这样子的过程 那当然评线而论 其实我们看到台股近期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疲弱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投资人也不用太过担忧 因为毕竟追踪过去的两个月 其实台股已经从去年的12月29号的波段的最低点13981 上涨了1898点 来到了3月7号的最高点15879 所以台股在两个多月已经涨了1898点的过程中 自然在短线上就容易出现 涨多就需要回档修正的走势 毕竟其实有一句话叫做休息 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那台股不可能一路的这样往上冲 它一定需要经过休息 才能走一个更长远的一条多头之路 那除此之外 其实近期的金融市场的状况 其实也再度的验证 我过去不断在跟大家强调的一个投资的观点 就是金融市场它永远会有涂起来的利空 来打击多头的信心 那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现象 就好比每年的台湾一定有涂起来的地震 然后一样的自然 不仅事前不会有任何的预警 地震来时候的天遥地动 同样也会让人心惶惶 那现阶段的投资人 刚好就在面临所谓的地震来袭 而且是突免起来的地震的来袭 所造成心惶惶的状况 那要怎么去因应呢 最重要的是做好现金比重的配置 那我觉得投资人在这个阶段 只要做好现金比重的配置 应该这样能够面对行情 接下来波动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云芬姐 好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知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介绍一位公益团体啊 她的困扰蛮多的 因为名字呢 常常就被人家误会了 现在说实在的 诈骗非常非常多 一直到早上还有很多人问 我说云芬姐这是你吗 我说不是不是不是 网络上一堆的诈骗 但我们希望所有的 不管是包括我在内 包括很多的公益团体都在内 我们都希望她能够证明 然后被大家所认得 比方说我们的证明方式很简单 你就认识 向云芬蓝勾勾就可以了 那其他什么赞助 叫你加赖都是假的 那我们今天醒到的一位公益团体了 他们已经做了非常久了 但现在最大的困扰 就是说 你是不是假 不是啦 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 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我们也都希望 我们的听众朋友 认识一些公益团体 然后呢 认识他们之后 你把它们放在心里 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 麻烦各位啊 捐人捐钱都非常的欢迎 好 我们先介绍一下 社团法人 中华民国 红星智慧的这个 理事长的特助 司徒建民 建民你好 云芬姐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 你看刚我在念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中华民国 红星智慧 那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红星智慧 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有红星智慧 或者是红星怎么会 但红星智慧 我发现你们成立 非常非常久了 是不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红星智慧 好 其实红星智慧呢 如果要讲它的历史脉络的话 要先把时间拉到 回到民国20年这个时候 因为民国20年那个时间呢 其实刚好发生了日军侵华 所以就有很多的战乱 不断的发生 然后到民国24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创办人 李玉杰先生 他才成立了红星智慧 因为在战争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的需要嘛 对 我发现创会人 李先生大有来头耶 对 因为李玉杰先生 他早期他其实也担任过 就是当时民国政府时期的 宋子文的秘书 然后再来他的公子 也非常的有名 是台湾的电影之父 李行导演 对 李行导演的父亲 李玉杰先生 对 所以呢 我们就讲过 当时李玉杰先生 他在战争时期 他就看见有很多的需要嘛 可能有需要 失官失谜 然后捲咬 包含战地救护 等等的工作 所以他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去做 遇到战争时期的 一些救援工作 然后到战后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饥荒啊 然后甚至还有很多人流离失所 那他们没有地方居住的时候 那他们就开始成立了 所谓的一名织布厂 大家可以以功代正的方式 然后来去一边 帮助这个整体的国家 然后一边去回馈自己 对 是有一个这个脉络 而且有一个很长的历史的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认识红星 对不对 就是红星 那就叫红星自会 对 那说实在 但红星十字会 也是非常的正派的 非常正派 就是说台湾有很多各式 不一样的一个公益团体 募款单位 还是我们一定要先认识 先认识 然后认识以后你认同 认同之后 当然你心有余力 我们都希望大家给予协助 对 然后到 尤其是前一阵子非常有趣 因为刚好疫情的期间发生了非常多诈骗事件 对 而且全国有很多的公益团体一起被被害 公益团体也被害吗 对 第一个 所有的很多很多团体 他们的一些捐款的个资被害客入侵 然后呢 结果就利用一个爱心的行善的方式去欺骗这一些捐赠者 然后让他们重复捐款 但是钱通通都捐到了诈骗集团手上 我以为是比较小型的 因为我自己有捐赠 我有接到那个简讯通知说不要被骗了 连我们机构都有接到就是那个诈骗集团来跟我们讲说 叫我们先付点钱给他们 不然他要害客入到我们的电脑系统里 所以是因为你们的电脑系统真的是无法阻止太多的骇客吗 是资安的问题吗 不过说实在不能怪你们 我觉得诈骗集团他不见得是真的要骇客入侵你 我觉得他先骗你说 哎我要来骇客你哦 然后你赶快付钱哦 你付钱我就不骇客你哦 所以其实公益团体都被诈骗 哎呦 这真的是太过分太没良心啊 公益团体说实在的已经很辛苦了 是所以我都会说民众要捐款 要付出自己的爱心行动之前 可以再三的先确认清楚 你今天要帮助的机构帮助的对象 对 然后其实现在查搜寻新闻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去搜寻新闻 然后甚至是你可以再更谨慎一点 就打电话到内政部去查这个机构 是不是好的单位这样子 你知道我都鼓励大家 我就说捐钱或捐人嘛 跟你捐钱之前我觉得你必须要先去看看 就至少你了解 然后你去看看你认不认同 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有非常多的公益团体 你要认同然后才能够长期的去给他们一些协助 不是像大家就是我就点放一下然后就没了 那我下个月我就没有 我要吃很多大餐或有很多活动 我就没有办法捐款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所以你一定要认同你要了解 对 其实宏心智慧它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也都是需要去靠着社会大众一起去持续性的 因为例如说好了 像有些人一下子可能一口气捐个100万 给一个单位 可是这个单位如果收到这个100万 今年会很好运用 但是明年少了那100万之后 它原本有很多的服务会中断 对啦 对不可能说原本我服务的是100个家庭 然后少了100万之后 这100个家庭就让它再重新回到 对总不能说我有多少钱做多少事 没钱了大家就再见了 对 不是说实在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公益团体 有一些是财团法人 有一些是社团法人 社团法人是相对比较少一点 对因为社团法人他当时成立的时候 他的资源没有那么的足够 所以他其实只是靠着一些爱心的会员 慢慢累积起来的 然后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像财团可能他是有一个资金啊 或是遗产啊 然后来去做 对 对 这是两个分别 而且你一定要认定就是 他是这个不管财团法人也好 社团法人啊 他是有主管机关的 对 他有字号 对他有字号的 你可以捐款的 对 可是有一些协会 如果他告诉你捐款 那对不起 你要很谨慎 真的很谨慎 我讲真的 因为他没有被监管 对 对 而且包含有一些是在 所谓的路边你会遇到的 有人就抱这个捐款箱过来 对对对 或者有些人就穿这个背心 其实这些东西都 不见得是不合法 但也不见得是合法 对 因为现在主管机关管得非常的严谨 所谓的募款期间和募款方式 其实他都是有案可以在网路上面可以查询的到 对对 如果你合法 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 然后用这个街头的募款方式 是允许的才行 对 而且我真的拜托各位 你就打电话 然后找他们的官网 我跟你讲很多脸书上很多也是假的 对 对我朋友啊 他也是说看到怎么怎么 然后捐了 然后我刚才说你确定你捐的地方是吗 就我们发现到 他那个捐款的那个 划波那个邮政 更不一样 其实就像我们在做公益服务的过程 然后去帮助一些弱势家庭 我们不是说听到别人说 他很可怜 他很贫穷 他很需要 他家庭很惨 我们就立刻去帮助他 我们也是进到这个家中 去了解这个家庭实际状况跟需求 然后该给他什么样的协助 然后我们再去做什么样的协助 而不是说 看到这个家很惨 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拿钱进去 然后你也捐我也捐 一下子这个家里就变很富有 对 其实也会有 社会上也常发生这种事情 对 那建民 我们刚刚有聊到 就是说成立的时间非常的早 对 非常早 民国24年 24年就成立了 那后来有在台湾就复会了 对 民国77年在台湾复会 哦 77年就复会 那复会之后 还有这个立案字号了 对 对对对 就是非常多 一切都照规矩来的 对 因为当时解研的关系嘛 所以才开始可以 你几岁啊 我四三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解研啊 对 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过去的历史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讲 有时候我们几个同学在讲解研的时候 别人听不懂 我们听得懂 因为我们 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所以我比你老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场的是中华民国 红星智慧 理事长的特助啊 司徒建民啊 刚我们跟建民在广告时间有在聊 就红星智慧 因为有红星辣椒红星游戏啊 所以红星智慧 我们也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 他在内政部其实是有立案的 然后成立的时间非常的早 那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说你就算你77年复会 你现在你现在到现在也三十几年了 那服务的项目我发现非常的多 有一些儿少的 有一些老人的 有一些长期的一个照顾啊 这边是不是先跟大家来谈一谈 当然看起来是弱势比重 还是非常的高啦 就你们服务的项目状况是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红星智慧 他在复会之后 民国其实今年复会 创办人就觉得要做什么事情先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也 社会也成立了很多的社会团体 慈善组织都有可以成立 每个事情看起来都好像都有人做了 所以他第一件事 他就说我们要去做 越是没有人要去做的 我们越是要去做 所以当时他就发现说 儿少老妇产都有人去协助 那我们就去做 有一个受刑人家庭子女 没有人照顾 所以就来做这一块 然后因为受刑人是 因犯罪入狱服刑了嘛 但他的妻小 然后子女 他没有犯罪啊 可是他们怎么办 而且他们被社会很严重的标签化排挤 甚至是觉得这个家庭就是不可以靠近的 然后会一直不断的贴他们标签 所以我们就来帮助这些受刑人家庭子女 然后从那一刻开始起 一直到至今 完全全台湾没有任何一个公益团体在服务这一块 哦 对 因为这一块募不到款 对 没有人想要捐钱去给这些做坏事的小孩 可是那不是他们的错啊 对啊 也没有人想要去捐钱给这些孩子现在在入狱服刑 然后但是这些可怜的老爷爷老奶奶 嗯 对啊 因为有一些哈 嗯 父母犯错了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隔代教养的问题 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家里如果有人可以协助的话 那如果说隔代教养 如果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年纪也大了 对啊 对 不管是说吃饭什么都有问题 学业各方面 就我们都希望说父母亲歪了 可是也希望他们不要歪啊 对 而且我们在照顾这些兽型的子女 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做向阳 用向阳的一个概念 就是希望他们可以迎向阳光 不要再往一些阴暗面去走 我们服务这些小朋友 一直到现在 这些小朋友每个学业都比任何一般健康家庭 甚至富有家庭还来得好 你这样讲 我觉得好感动啊 对 因为他们因为他们已经被 我觉得他们长期过在一个被打压的阴影的生活当中 因为例如说我们也遇过很多的小朋友是 只要班上有人东西不见了 他们会第一个说是他偷的 因为你爸爸是那个偷窃犯 所以你有偷窃犯的DNA 哎呦 对然后就说有可能是他 然后也有曾经发生过就是小朋友要领那个模范生 然后结果最后却被取消资格 因为他爸爸入狱服刑 干他什么事 对然后我们也曾经去跟一些便利商店合作想要募款 结果我们在提案的时候 然后去报告的时候 然后对方就回我们说 我们帮助的对象是不是会来抢我们的人 所以你看连我们在做社会福利都被贴标签了 所以于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这个服务我们继续支持着 然后但是我们开始去看到社会更多的需求去做转型 然后我记得在民国97年那一阵子 发生了很多所谓的学童没有营养午餐吃的事件 而且每一天大概会有二十几条这样的资讯 跑到自己的脑袋里 然后每天都在说小朋友没有营养午餐 没有营养午餐 我们那时候就想到说 小朋友是只要吃营养午餐吗 他不用吃早餐 不用吃晚餐 然后寒假暑假饿一个月饿两个月 你知道吗 就你说说实在的 你看费荣的小孩 他就说不要吃学校营养午餐 不是他教贵 实在那个菜色 我跟你讲大家也不想吃 可是你看偏乡的孩子 或者是弱势的孩子 我看到很多老师 就还是有很多光辉 就是他协助他把营养午餐打包 回去还可以给家人吃 晚餐还可以吃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台湾的贫富教育 只是吃一餐饭而已 而且当时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所有人都在focus 这个没有营养午餐吃这件事 然后大家纷纷的就一直在捐 营养午餐 营养午餐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 红英智慧就推出了 97年就推出了 非就学期间的三餐餐费 三餐 对也就是说让这些非就学期间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一样有健康的三餐可以去享用 然后甚至在他上学之前也有早餐吃 在他放学之后有晚餐吃 对 然后很开心啦 是政府有去针对这些营养午餐的事件做了一个处理 就全国就不再有营养午餐没得吃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了 的确啊 对 对 诶建民说实在的 我觉得真的啊 就是那个我们肚子饿了 对不对 就饥寒才会起到性 是 对就是说你帮我逼到绝路了 我当然只能够去偷去抢去做坏事 对 饿的真的受不了 像我这个人我是特别不能饿的 一饿脾气也不好的 那你想想看有很多人他连吃都吃不饱了 对 那你还期待他就是好好念书 然后好好的这个做人做事 这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能够基础的维持他们的吃饭这件事情就很重要 现在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弱势的家庭 或你们辅助的家庭 要吃这个午餐啊晚餐三餐 这种餐费问题的比重有有有多少 像我们现在大概在服务的家庭里面大概有两千五百户有这样的需求 两千五百户里面就如果再看人的话可能就超过这个数字了 对 对因为一户可能有几位的人嘛 对 那这个是你们会去 我的意思说是有透过社工来评估吗 还有去做一些访谈吗 我们会结合学校的师长 然后当地的邻里长 包含在地的社服机构 然后还有我们的社工一起来做连结 对因为避免说当他的时时刻刻知道他的情况 老师可以告诉我们他现在孩子的情况如何 对因为我觉得家长不见得会真的把实际的需求讲得这么清楚 因为其实小朋友没有三餐这个问题 只是一个幼婴 很像是一个鱼饵 因为小朋友没有正常三餐 就代表这个家庭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对连吃饭都有问题 最基本的吃饭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辅导小朋友 在帮助这个小朋友的过程 然后进到他的家庭里面去解决这个家庭的问题 光从吃饭你就可以看出这些问题 所以他其实除了你刚刚讲受刑人的问题之外 他可能有一些弱势的问题或就业的问题 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我不知道啦 家暴或什么的都有可能吧 他们除了除了这些问题之外 当然还有医疗上面也有很多问题 欠健保费啊 然后没有钱就医啊 失业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包含他们家中有一些长辈 因为现在台湾已经高龄化社会了 老人的问题也很多 所以我们变成说 其实是一个 红衣智慧是一个很全不方位性的一个社福机构 他也就是说进到这个家庭之后 发现这个家庭哪里有需要 我们就去做 对所以看见 原来这个家里面有 有长者有需要服务 然后我们就用我们的长者服务去提供他们支持 有需要就业失业的问题 我们就协助他 对疾病有医疗的资源的需求 甚至还有居住的问题 我们有遇过那个住在大楼与大楼中间的防火象的家庭 家庭 他拿了那个竞选时期间不是会有很多的帆布 他拿帆布变屋顶 因为帆布不会漏水 所以他把帆布搭在防火象跟防火象中间 然后他们住在那边 然后吃喝拉沙睡就靠着那个防火象那条水沟 在那边洗澡上厕所 然后拿了个木板变成床 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五个小孩 哎呦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这里是要来Radio中华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李财生活通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中华民国红星自会理事长的特助 司徒建民了 我们刚特别一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台湾的公益团体 募款的单位 那么红星自会 中华民国红星自会 它是一个正派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捐款 你不要在脸书或在什么赖群组 这就是很多的社交群组当中 就说谁很可怜啊 你就给他钱 对我们最美的风景是 是人是愿意付出 但是呢 他们也被诈骗了 他们也被骗了 所以如果要捐款 我都希望大家跟你要投资一样 先了解他们 认识他们 然后你能够同理他们 然后愿意帮助他们 你才是真心真意的 去为他们付出 而且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捐款 那我们刚刚跟建民一路聊下 其实我有广告时间 我还在问说 这会在偏乡吧 这不会是在 这个都会区吧 他就跟我说 韵芬姐 就在你们的都会区 就我们很难想象 我以为是偏乡 才会有这样状况 住在防火箱 一家五口的 其实 真的啦 所有的需求 随时都在你身边 持续的发生着 因为例如说 像现在遇到失业的问题很长 所以你随时都会有失业的问题 那你就会有断粮的问题 犯罪一样啊 对啊 你突然可能一个人犯罪 然后一家就跟着坐牢的感觉 对 而且就变成一个很不好的循环了 然后就没有人可以协助了 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可以介入协助 但是错综复杂啦 对 刚刚那个建民说 因为有太多就个人的问题 不方便讲 可是这太错综 复杂了 对 所以一定有社工介入 然后再转介到相关的单位去安置 对 对 一个一个的 解决他的问题 对 所以最有时候我觉得 我自己常觉得在很饿的时候 我随便吃点东西 我都觉得好满足 人生好幸福 对 可是你想想看 有这么多饥饿的人 对 然后能够吃一些热饭菜 能够温饱 我们的小朋友 很特别 有一次我就说 带他们就是一起做活动的时候 就带他们去吃那个 有鸡块有薯条 他们就回我说 这是一年才能吃一次的事情 我那一次 哇 突然去震撼到 就是说 原来我们觉得最简单的事情 对他们来讲 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对 那我们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你们现在 真的 公益是一条很漫长的路 对 因为我们当然希望 就是能够 就一个就一个 能够减少一个问题 就减少一个问题 那 但要坚持下去 是要有人有钱的 你们现在人啊 钱啊 都 都 都还OK吗 其实一直持续的 一直不断在劝目当中 因为人 最特别的就是 人一定要去服务人 你不可能用机器去服务人 对 而且我跟你讲 这不会被取代的 对 因为薪水也太低了 你不可能用机器去 了解这个家庭的需求 对 对 问不出来 对 而且你可能要用眼睛观察 对不对 是 因为有些人不会讲 因为我们要进到他家的时候 就可以看一下他家的环境啊 所用的东西啊 所穿的 这些都可以去做评估 但是不见得一定是绝对 搞不好他是在之前就买的 我们要去看 诶 一金荧幕是新的还是旧的 哦 你才知道说 诶 这个家庭是 原本是好的 但是他现在遇到问题 对 有一些东西去 社工的专业 他会去分别 而且我们真的是希望 社会大众 他能够去做的 付出是那一种 持续性的小额捐款 对 你一个月其实捐200块 其实不会影响你太多 甚至捐500块 不会影响你太多 但是我不奢求 大家一定要 突然一定要捐一笔大钱 捐年终 对 这种 对因为我们也是嘛 就是说 你看缺水缺水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你台风来吧 狂风暴雨来吧 我们水库就满了 可是真正我们要希望是 健康的是什么 就是绵绵春雨吧 细水流长吧 更何况我觉得 吃饭或者是弱势家庭 这样孩子的问题 老人的问题 这实际是很长的 人生这么长 几十年的 对 那你们未来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 这个努力的方向 我们现在在努力的部分 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因为高龄化人口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从把所有照顾这些服务 小朋友跟家庭的经验 开始去拓展到老人的福利上面 我们现在 原来我们现在开始 不断在送餐是送长辈了 就是一边要送小朋友的餐 一边又要送长辈的餐 那个画面是很 很奇特的 对 就是怎么会 我们现在帮助的对象 开始以前都是 长辈都会有孩子去照顾 去抚养 怎么会现在变成 我们在照顾抚养了 对 养儿芳老已经 这个我觉得这个话 已经开始没有了 应该是没有 对 因为我在广播上有听到 本来是儿童餐费的问题 好 就希望儿童都有 三餐可以吃 对 对 不是营养午餐 吃完以后 打包回去 那么再继续吃 现在发现就是说 老人也需要送餐 对 而且老人还有很多 他是独居的状况 而且甚至他的环境 会比弱势家庭更恶劣 因为你知道长辈 很喜欢囤积东西 你给他新的棉被 他不会用 他就是一定要用那一条 已经发霉的那一条 他舍不得用 他怕开了就没了 对 所以老人家有很多的观念是 我们的工作人员 要必须花更多的时间 去陪伴他们的 而且长辈 牛 很牛 很牛 你叫他看医生 按时吃药是不肯的 你叫他洗澡 是一件很难的事 他其实自己已经行动不变 没办法去医院就医 我们的居家服务员要陪他去 他嫌麻烦 他不想去 因为他觉得好像出门 要带着那个 那个拐杖啊 那个移动器 辅助器 他觉得很 影响他的自尊心 他不想出门 哎呦 对 因为他觉得他出门的时候 就是要帅气啊 要漂亮啊 他不想要给外人 看到他这么虚弱的一面 所以都是要很多的耐心 我们的工作人员 在跟长辈互动的时候 很像在带孩子 哎 那你这样子你接触过 你觉得老人比较好照顾 还是小孩比较好骗 不是说老小老小吗 老人家很可爱 不好骗 而且现在还有很多的失智问题 啊 对 失智问题 他们的情绪起伏更大 他们会动不动 就说哭就哭 说生气就生气 那个是 极大的耐心要去负责的 甚至我觉得子女都没有办法 去对付自己的这样的长辈 嗯 对 嗯 所以你看 就是这种特殊环境家庭的一个 呃 辅助啦 也没有没有一些社会的 呃 就是政府的资源可以协助你们 政府的资源 现在我们跟政府的合作方式 就是政府大概提拨 部分的开办费 然后让我们有一个场地空间 然后可以去协助这个区域的需求者 哦 对 但是他协助的东西都有限 当然 对 他还是要靠我们自己自己去目 嗯 自己去多加派人力来做 嗯 嗯 对我们今天会希望大家先认识中华民国 红心智慧啦 红心智慧 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 去认识红心智慧 然后你 大家也可以联续联络一下红心智慧 对 然后你了解一下他们做的哪一些的事情 孩子的餐费问题 老人送餐的问题 其实还有很多弱势家庭的呃 关怀就像刚刚建民讲的嘛 他连饭都没办法吃 显然这家庭是出了问题 是 那这家庭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是短期失业 还是长期会有一些 嗯 离婚家暴犯罪 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问题都有可能 那介入之后才有慢慢的把他们 从这个泥道当中 慢慢的拉出来嘛 就是大家如果认同的话 那理解他们 这个很重要 那很多人都已经在关心你们了 那大家可以打我们中广的美少女客服 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我们也会把这个中华民国 红星智慧 这个贴在我们的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可以同步的认识一下 就是不要再相信那个什么 脸书啊 LINE上面的群组 拜托 就打电话去确认一下 确认一下 我们也有很多那个听众朋友 他可能是机车司机 他就听到广播之后 他就开车到我们楼下 上来听故事啊 我们就 跟他分享一下我们在做什么 他听了之后 哇 一个月来一次耶 哇 对啊 去听听真实人生的故事 有一些真的我无法想象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建民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建民 谢谢 谢谢云芬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